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次的视频教程 那么在这一次的视频教程当中呢 我来带着大家去动手在你的飞书当中呢 去创建一件机器人 然后用这个机器人呢 来给你自己实现一个将你的飞书消息 转化为一条Flowmo记录的这样的功能 那么首先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效果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发个你好 或者说你好 然后发一个文字给到机器人 那么机器人呢 就会自动会回复我们说发送成功 然后呢帮我们告诉我们说前往Flowmo查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可以刷新一下我已经打开的Flowmo界面 你会发现这儿已经有了对应的记录 而且呢 如果你点击这个链接 你会发现会自动打开对应的这个memo的一个界面 比如说这里我们现在把这个给删除掉 不仅如此 它也支持你所熟悉的 比如说标签的机制 比如说我们叫请服务 嗨 请服务 对吧 我们发送这样的一个消息 那同样的 它也会记录到Flowmo当中 我们可以点击前往Flowmo查看 就可以看到有对应的这样的一条memo的出现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带着你去动手实现一下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能力 那这样的一个机器人能力呢 其实是来自于Flowmo本身的这样的一个API的能力 那需要你呢 是Flowmo的Pro用户才能够去实现这样的能力 那所以你如果发现自己不是Pro 那可能这个视频你就不用再看了 因为你达不成要使用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基本能力 那如果你确定你已经是Pro用户了以后 那就很简单了 在你的Flowmo左上角 找到这里的API及第三方工具 打开 在这里你会看到你自己的专属记录API 然后复制这个专属记录API 留下来等一会儿呢我们会拿它有用 比如说我现在呢就把它记录到这里 那第一行呢是我的Flowmo的API 稍后呢我会用到它 那当你完成了基本的Flowmo API获取以后 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去飞书开放平台当中创建一个机器人 那如何打开飞书开放平台呢 你可以在你的浏览器当中访问open.f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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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你要做的就是创建一个企业资建应用 你可以看到我这里已经有了一个 Flowmo的机器人 就是刚刚带着大家去看的这个机器人 那么接下来 我就带着你去创建一个新的机器人 并且带着你去操作它整个的一个流程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企业资建机器人 比如说我叫他Memo 对吧 然后给他输入类似的一个名字 然后这里你还需要给他上传一个照片 这里我就直接使用Flowmo 官方提供的媒体资源 来去创建一个名为Memo的这样的一个应用 创建完成以后呢 我们需要点击Memo 在这个应用当中 我们首先需要到凭证与基础信息当中 找到AppID以及AppSecret 复制这两个值 并且呢把它们记录下来 好 然后这两个值呢 我们也记录下来以后 接下来我们需要打开 在左侧的菜单中的机器人 应用功能中的机器人 然后开启机器人这个功能 并且到事件订阅当中 找到这里的Vertification Token 然后复制这里的Token 然后这个Token复制完成以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飞书这边的基本工作 就已经做完了 我们接下来需要到轻服务这边来去做一些开发 那么这里你看到它已经有了一个Flowmo应用 这是我刚给大家演示用的 那对于你自己来说呢 就是你访问轻服务.cn 然后登录注册完成视频认证以后 你就会看到和我一样的界面 然后点击创建服务 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去创建一个Node.js服务 然后输入名称 比如说叫Memo 对吧 然后点击确定 你就会进入到应用的详情页面 然后在应用的详情页面 首先我们需要进入的是设置 在设置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儿有一个小程序设置 小程序设置里呢 这里有一个App ID 然后我们点击配置 将我们刚刚拿到的飞书开放平台的 也就是在凭证与基础信息 这里的App ID和App Secret 粘贴到这里 那这里呢我已经在我的编辑器当中 有了 我直接拿过来 粘贴完成以后点击确定 你会看到在这里呢 出现了你的App ID 然后在上方呢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飞书的logo 它变成了蓝色 那么这样呢就说明 你的这个 基本配置 已经配置完成了 那基本配置完成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 就是去编写代码了 那这里的代码呢 大家可以在我的教程当中 找到具体的信息 然后如果你是看视频的话 你也会在视频的下方 找到这个具体的代码地址 这里呢我就不一个一个的 给大家去打这个代码地址了 我直接把它粘贴过来 然后呢去复制对应的代码 好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面是所有的代码 然后我们复制这个代码 回到这里 然后我们可以比如说 我们就默认的Hello.js 我们粘贴一下 粘贴下来以后呢 现在我们的基本的代码有了 但是还有一些事情 我们需要去做一些配置 比如首先这里 我们使用了一个第三方的包 叫Axos 那我们需要安装这个Axos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的搜索按钮 然后粘贴Axos的名字 它会自动呢去搜索 我们需要使用的Axos包 那我们稍等片刻以后 它会在这个界面当中呢 出现一个下拉菜单 我们在这个下拉菜单当中 选择我们需要安装的 这个Axos的包 就可以去安装相应的应用了 这里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 因为这个NPM包呢 它是在海外 然后这个轻服务这个网站呢 是在国内 所以呢 速度会稍微有些慢 好 那我们等待了片刻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包 我们勾选这个包 并点击安装 然后呢 它就会执行一个安装的过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 等待它的安装完成 好 现在呢 已经安装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去配置一下 环境变量 那么在环境变量这里呢 我们需要配置两个环境变量 一个是Flomo API Flomo下滑线API 那这个呢 填写的是我们刚刚在 Flomo后台所拿到的 这个API地址 比如说我的就是这个地址 然后粘贴在这里 以及另外一个是 Vertification下滑线Token 对应的呢 是我们在飞书开放平台 拿到的Vertification Token 这样一个字段 那么拿完成以后 接下来我们要执行函数的上限操作 我们需要上限这个函数 那上限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可以稍微等待一下 等待这个函数的部署 部署完成以后 你会看到在左侧这里 有一个地址 调用地址 我们复制这个调用地址 然后呢 回到飞书开放平台 在飞书开放平台当中 我们需要去进行一些具体的信息配置 比如说 首先我们找到事件订阅 在事件订阅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请求网址UIL 点击编辑以后 粘贴我们刚刚获得的函数的请求地址 并保存 保存完成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下方呢 有了一个添加事件 那么在添加事件当中 我们需要去添加一个 接收消息的事件 我们搜索 接收 在这里选接收消息 然后V2.0这个版本 那么这个呢 是更新的版本 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这个 那么接下来 我们在这里可以勾选 读取用户给机器人 发的单聊消息 这个权限 那么这个权限呢 是一个免审权限 所以呢 我们可以直接开通 它的权限 此外 我们还需要到权限管理当中 去申请一个发送消息的权限 那我们输入 以应用 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 以应用的身份 发送消息的一个免审权限 同样的开通 同样的开通这个权限 好 那我们现在两个权限 都开通了成功以后呢 接下来 我们的这个机器人 其实呢 就已经完成了基本的配置 我们唯一要做的 就是给这个机器人 去申请上线 当然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在 飞书当中 去试着搜索一下 看我们的机器人 memo 对吧 已经有了这个memo机器人 那你可以试着 给这个机器人发消息 比如说发 你好 我们可以等一下 这个机器人的状态 他已经成功的 返回了消息 类似的 我们点击 前往flomo查看 一样的 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消息 那这样呢 就说明我们的机器人 已经完成了 当然 其实在教程当中呢 我告诉大家 你其实可以把你的这个 机器人 创建一个版本 进行发布 当然 如果你不希望去提交版本 或者比如说 你所在的企业呢 他会有种种的限制 他不希望你去提交版本 那么其实你可以直接 使用当前这样的一个 未审核发布的版本 这样的话 你就不需要去 向你的企业管理员 去解释说 哎呀 我要去怎么样 去选这个机器人 当然 如果你的钱 没那么多限制 其实我还是蛮建议 你把这个东西呢 创建一个版本 对吧 因为它其实并不复杂 创建一个版本 对吧 输入版本号 更新日志 点击保存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可用范围呢 记得选择成你自己 这样的话 别人呢 就不会搜到这个机器人 这样的话 他们也不会给这个机器人 发消息 避免说你的整个的 这个机器人 所收到的消息呢 里面呢 会有别人给登录进去 所录入的这些 memo的记录 好 那我们接下来回到 非洲开放平台 申请发布 申请发布呢 它会有一个审核的一个流程 当然因为我自己是管理员 对吧 这是我的一个测试企业 所以呢 它可以直接正常发布 发布完成以后 你再会收到相的消息 对吧 会告诉你审核通过 那审核通过以后 你的机器人就可以正常发消息 比如说 机器人 Flomo 机器人 审核通过了 然后我们会看到 会帮我们自动生成的 这样的一个memo 我们回到 Flomo当中 就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所创建的 这样的一个 Flomo机器人 好了 关于这个视频呢 我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在视频下方 给我留言 或者是发送邮箱给我 我的邮箱呢 是 bestony at lenux.com bestony 然后at linux.com 这样的一个邮箱 欢迎你有任何问题 发给我 然后和我一起交流 你对于Flomo 或者是说 在使用废书 以及轻服当中 遇到的问题 好了 那我们这个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感谢观看